雲端白板裡面一樣 第二個單元 所以今天的話一樣是第二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裡面我們剛剛就是 講到那個有關 成績部分 成績的程式呢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第二個單元裡面的 第九頁 ok 所以如果你剛剛是寫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Ctrl C Ctrl V 把它貼上 不過你會發現我這個寫法跟剛剛寫法不太一樣 我有講過 這樣的寫法也是對的 也是可以的 ok 兩種寫法 看你習慣哪種寫法都可以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再來另外一題 計算BMI BMI 你想說BMI BMI實際上 如果你Google 在那個 Google上面你就打BMI好了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它第一個就是BMI值的計算器 那 我是利用這個來做一個練習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東西的概念轉換到Python裡面 那首先的話呢 以後各位要思考 反正目前我們現在練習的程式都比較簡單 第一個就是用輸入 輸入的話我們就用Input 然後輸出的話就Print 當然以後你可以做複雜一點的應用 可能你可以在手機 可以在網頁 可以在其他地方換別的介面 但是基本上我們現在就Input 所以你會發現 以這邊的這個BMI的範例 它需要兩個Input 一個是請輸入身高 第二個請輸入體重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就是計算出BMI 那BMI的話呢特別是有個公式 BMI的公式是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公式 底下應該有跟我們講說BMI的公式是什麼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話呢 它這邊有特別強調是公尺 所以如果你今天輸入是公分的話 那你必須再除以100 把它變成公尺 然後平方的話我們有講過嘛 有沒有 乘乘二 乘乘二就平方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我假如要寫一個BMI的程式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假如說我要建立一個這個BMI值計算 假設我第一個 我要建一個專案 專案件法 我剛剛有講按右鍵 有沒有Src 按右鍵 new什麼 new一個module 有沒有 不過因為我這個版本好像是比較舊的 如果你用的是2019的話 好像按右鍵就有個new module 你又用那個比較快 然後呢這邊一樣 NAS 然後名稱的話呢 也許這個叫什麼BMI值計算 然後呢 如果你用貼上它不會馬上finish 如果你動一下它 我記得好像它就可以finish 你用貼的好像它沒辦法 OK finish 好啊一樣cancer Templates就是有沒有範本 沒有沒有的話cancer 好 然後呢再來的話我們要寫什麼 第一個 我要升高 所以請他跟我講h好了 假設我產生一個h的變數 等於什麼呢 請你幫我輸入升高吧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是input 那你就是打一個input input什麼呢 請輸入升高 那就在這邊打一個請輸入升高 ok然後我漫畫好了 那再來的話特別注意哦 他輸入升高input進來 假設他是170好了 那input他一定是170對不對 他裡面放的input進來一定是一個文字 好特別注意哦 input進來的東西過來的話呢 就會是文字 所以我們記得要把它轉型 那轉型我們前面講過 可以用rnt 有沒有外面包一下rnt 把它包一下 然後呢讓它可以轉成什麼 轉成這個文字 數字之後再放到h 所以h裡面就會變成170 沒有外面的那個雙語號了 ok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有的人就是會特別care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170.5 他有.5啊 但問題如果你用int的話 如果.5的話呢 會怎麼樣 去掉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看care那個.5的話 你不能讓它小數點去掉的話 那記得哦 你就不能用int轉型 你要用哪一個 就是小數點的話就float 特別說float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把它改成float 好了 float的意思就是說 轉型的時候呢 如果它填入的是175 A70.5的話 那它本來是這樣子的嘛 它去掉的話float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拿掉 這個拿掉 那留下的話呢 就170.5 0.5會留下來 那再來的話呢 請輸入體重 所以這個把它 enter一下 那偷懶 我喜歡是把這個 這一行複製到這邊底下 然後打一下 w ok 然後呢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體重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計算BMI了 那BMI等於嗎 BMI 假設了 BMI BMI等於什麼 身體重 有沒有 除以 身高 身高的平方 乘乘2 這樣就ok了 但問題來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h 輸入如果是170.5 是公分 所以記得 你可以在後面加 除以什麼 除以100 有沒有 多除一下 好 最後的話 你就把這個 BMI printer出來了 Printer 然後把BMI 幫我列印出來 來喔 計算出BMI結果 好 這樣子的話 程式 第一階段寫完了 BMI Printer看看 然後MMI 試一下 這邊 按OK 請輸入身高 如果我今天輸入175 那體重的話呢 假設65 Enter BMI是多少 21.2244 第一個問題 請取到小順第二位 怎麼做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你給我BMI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BMI 代表什麼意思 一般人的話 最重要是什麼 他是希望看懂 他其實 希望你看到結果 到底是過輕 還是正常 還是過重 輕度肥胖等等的 所以剛剛那個是多少 21.22 那應該是在正常犯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評語 也許我們就是 第一個 也許BMI 冒號 把BMI 輸出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希望看到的最後結果 能夠看到的是像這樣子 BMI 冒號 把BMI放過來 評語 把我要的結果放過來 這樣子還是一個完整的敘述 可是要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先做出這個 再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加這些東西 那就完成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嗎 OK